小小说,谢后 那一年,她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职校的教师 而她是从工厂被选送上职校的女学生 她作为教师走进教堂上课的第一天 就被坐在第二排的那位性格开朗 身形苗条的女生吸引了 渐渐的,她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 开始关注她 接近她,终于有一天 她约她看电影,时间如大江东去 转眼便过了一百多天 在女学生毕业的那天 教师觉得一切如水到渠成 于是便用一种平淡无奇 信心爆棚的方式向女学生求婚 阿兰,明天我们到你家见你父母 正是对他们说,我们准备结婚吧 预料中的惊喜,甜蜜,欢欣的场面并没有出现 女学生阿兰突然睁大了双眼 一副小伙伴被惊呆了的表情 过了一会儿,她才缓缓地低下了头说 张老师,我暂时还不打算结婚 平时单独相处的时候 阿兰都称呼她为阿丰 这次,她竟然将时光倒回几个月前 重新称呼她为张老师 张志峰心里突然凉了半截 在她的心目中 刘晓岚同学是不可能拒绝她的 她长得玉树临风 镜子,照片,朋友的嘴巴可以作证 而她只是叫端庄 与女明星,模特相差甚远 她的父母都是听局级官员 而她的家庭背景很普通 她名牌大学毕业 现为职校正规教师 单位的福利不差 而她只是从工厂的车间 选拔到职校培训的普通女生 一句话 所有的数学公式 都可以计算出这样的结果 追求陈晓岚同学 只是因为她为人开明 屈尊降贵而已 然而 结果却是大大的出乎她的意料 她竟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 为什么 她问 不为什么 就是还不想结婚 空气顿时凝固 冰凉 我们以后不要再约会了 刘晓岚平静地说完后 转身就走 没有再回头 作为老师 男人 男友的自尊心迅速崩溃了 张志峰呆呆地站在那个 她平生第一次向女生求婚的地方 无地自容 她心里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后来她听朋友说 刘晓岚跟别人结婚了 刘晓岚生了个孩子 很多年以后 她突然听到了一个令她难以平静的消息 刘晓岚离了婚 这个时候 依然单身的张志峰已经退休 她没有结婚 与她的初恋并没有直接关系 她的桃花运一直不好 被命运捉弄了 听到刘晓岚离婚的消息 张志峰彻夜难眠 她与她相处的那段时光 又重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她有一个冲动 很想亲自去问问她 以她这么一个优秀的男人 她当年为什么要拒绝她 Why 她想了半辈子都没想通 几十年之后 她很想当面问问她 说不定 她表示后悔当初的选择 然后真诚地泪流满面地说 阿峰 原来你才是最好的 如果是这样 我可以跟她重新开始 张志峰这样一想 马上就来了进 她到街上买了一盒贵重的礼饼 到她的家附近 地址不详细 只有街道名 没有具体的门牌号码 是一位就同事提供的 不断地逛来逛去 她等待的是她 从天而降般地出现 然后上演一出 貌似天公作美的邂逅 逛了好几天 还是没有等到 她想见的人出现 但她还是不死心 这天下午 她又去到那个小区 一边躲着小步 一边注意来来往往的女人 她突然看见 有一个肥胖的女人 从一个楼梯口走出来 她再也忍不住了 走上前问她 请问 你认识一个叫刘晓岚的人吗 瘦瘦的 中等身材 那个胖女人 抬头望了她一眼 迅速地转身 脸上闪过了一丝 不易察觉的惊讶和不安 她平静地说了一句 我不认识她 然后 没有多说一句话 就扬长而去了 张志峰失望地 在原地继续徘徊 继续留意着 街上所有苗条瘦削的女性 但到了华灯初上之时 她还是没有等到 她心目中的那个人 最终 身心俱疲的她 捧着手上的那盒李饼 慢慢地离开了 那个她熟悉的小区 明天再试试吧 她喃喃自语